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见你和林妈妈是经常什么都说的 那你为什么要搞这个音乐会呢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和我妈妈什么都说 但不是个个都可以和妈妈什么都说 其实一个最好的方法是让妈妈知道你想什么 而大家不会尴尬的 最好就是看表演 站在你面前 然后你和你妈妈坐在那里看 是呀是呀妈妈 或者你完秀之后跟妈妈说 其实刚才唱到哪首歌和哪段 我都是这样想的 你是不是有意义 你母亲节想不到做什么 你个个都是的 母亲节那天才和妈妈朋友 而且那天才去北海吃饭 然后就敷了 不知道在哪里吃 而且吃到套餐 然后妈妈最后就会跟你说 这些菜我70元煮回来 是呀 那为什么你要找一个导演呢 因为Consure 为什么你喜欢一个导演呢 因为我说话 如果不认识我真的漏口 不认识 怎样去呈现 在观众眼前 他的眼光是很独特的 就是在他的导演眼光 在我看他这么多的show 我作为观众 我是觉得被照顾的 就是这个 在技巧上面 和在一个导演功课上面 我觉得彭秀慧是很棒的 这个show 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我过往也有试过 这些经验就是 怎样去帮一个歌手 去继续整个creative concert很多时候 都会是坐在那里听 有支饭 叫啊拍手啊 但希望我们今次 会做得多过这件事 所有东西 回去都是林二汶出发 就是他的故事 或者他所身边的东西 我们一起去 搜寻 听到的东西 怎样去放在他身上 怎样去引导他做出来 或者怎样去唱一些歌 怎样引导不同的歌 甚至是与观众的关系 我想有很多人都会想知道 究竟这个concert里面 林二汶会唱什么歌 是不是会唱那些 很耳熟能长的 歌众妈妈的 我们计的歌呢 其实是一开始有想过的 但是做完research之后 我们发觉 是不可以连续听超过三首的 就会变成社区中心 那些母亲节的晚会 对 这个整个表演的模式 其实也是一个新挑战 只有一个琴 这次只是何丙一个琴 所以我们选择的歌 全部都是大家 耳熟能长歌 都是真的 但是全部都不是这样听 我这次演唱了一首歌 是我以前真的不懂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都会认这首歌 但原来她是说妈妈的 她叫Sandra 这首歌是我哥小时候给我听的 那我第一次听歌的时候 哇好厉害啊 因为我歌很厉害 她让我听歌的时候 她就是教得我做多事的时候 她真的会整首歌词逐句解给我听 那我那时已经记得 很少有这首歌的角度去说 嗯 你究竟有没有想过 你妈妈选择了这个家庭 而其实她没有选择到什么 她说 她说 我没有知道什么她是欺负的 但她是怎么知道 她是欺负的 我自己呢 就是因为这首歌 而认识了我妈的另一面 而我更加会欣赏她对我的付出 而那一刻我是第一刻觉得 我不再只是觉得你是一个会 撈撈撈撈的妈妈 我是觉得你是一个我要认识的人 而那一刻我觉得我和我妈近了很多 5月10日至12日湾仔艺术中心 对妈有怀疑 林二汶一人动督唱